大家早安 搞了好久喔 今天的直播終於又開始了 美好一天又開始了 各位發電哥的線上直播 我在想喔 我應該要把發電哥線上賞屋 名字改掉 改成發電哥竹北房地產直播 是不是比較簡單一點 我發現線上賞屋有點奧 不是很好講 竹北房地產直播 各位覺得有沒有比較好聽 好 大家好 今天直播又開始了 每天都是很緊湊 這個月我一定要把這個任務 把它完成下去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達成百萬經紀人的目標 那這一季當然最重要目標 就是要拿到開發的冠軍 因為這兩天發電哥 看到一句話 叫做 這個人一生的成就 都不會高於他對自己的期望 意思是什麼 他如果沒有想到那裡 他就不會達成那裡 那昨天我們瑞瑞好房的董事長瑞瑞說 不是說他就達成了百萬經紀人 然後捷哥又說 那我也要達成百萬經紀人 我發現有獎才會有 就像小朋友 他沒說他要吃冰棒 他怎麼會吃得到冰棒 他一定要跟他爸說 我要吃冰棒 他才吃得到冰棒 各位說是不是 所以我希望每個現在在線上 聽發電哥直播的朋友 可以幫我分享到一個臉書社團嗎 拜託你 感謝你 讚美你 那我們今天直播講什麼 華新重畫區黃埔雲鼎 黃埔雲鼎 很讚的一個案子 黃埔雲鼎 今天一定要讓各位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來了解一下 好 太棒了 中華民國108年7月7號 黃埔雲鼎正式 開地平安動土大集 108年是什麼時候 就是去年7月7號 動土大集 那今天發電哥到現場去 現場直擊黃埔雲鼎 目前的新建的進度 可惜新建的進度不重要 重要的是 黃埔雲鼎最近還蠻常在成交的 這個是蘋果即時新聞 也有介紹到竹北黃埔雲鼎 華新重畫區這個地方 那華新重畫區在整個竹北來說 它不是一個面積很大的一個重畫區 因為竹北的重畫區包含 縣政一期 縣政二期 縣政三期 高鐵特區 以及這個華新重畫區 以及未來的浦育計畫 這個整個面積來相比華新重畫區 真的不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重畫區 但是回頭來看華新重畫區 正因為它的面積不是很大 所以它很容易會被 舊市區的這些 原本住在竹北東區 竹北西區的這些民眾們 把它買完 因為這邊那個買氣啊 是很強烈的 因為這邊原本 竹北人 他就是一個 這個很熟得住財產的 這一些客家族群啊 以及閩南 閩南族群啊 他們很有錢的 也就是說你華新重畫區 不管蓋出多少棟大樓啊 這邊就有辦法把它全部消化掉 再加上外來的一些人口 從圖上可以看到 這舊市區 離華新重畫區非常的近 那這邊是竹北國中 然後竹北高中 一民中學 就離的距離很近啊 各位再來看一下它 它裡面的一個地圖 來看一下地圖 華新重畫區是在環北路 以及中華路 以及中正西路 它夾在中間的這個 小小的三角形裡面 它原本就是一個 竹北的一個 非常聞風鼎盛的地方了 例如說新社國小 竹北國中 一民高中 竹北高中 竹北國小 通通都在這一個範圍裡面 那 你說這裡面 原本就是住滿滿的 我們竹北人就住在這個竹北市 這個 這個 市政府周邊啊 所以在華新重畫區裡面 也有幾個興建案 我們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們看 滿田新 春福上河 戴蘭Ibliss 唐霞關 黃埔雲頂 田田圈 椰林咪斗 這些案子都在這一個 沿著環北路 在興建 那今天發電哥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華新重畫區的黃埔雲頂 黃埔雲頂 黃埔雲頂這一次他蓋的房子啊 各位知道黃埔建設嗎 黃埔建設是上市公司喔 黃埔雲頂這一次蓋的是一個 24層樓高的一個建築物 高度非常非常的 非常高喔 那整個 整個他的周邊的商圈 跟發電哥跟各位介紹一下 發電哥在竹北房地產直播啊 已經連續持續的第 第四十 四十 四十部影片了 這邊發電哥認真算了一下 持續四十部影片 每週一到週五 早上八點四十五分到九點十五分中間 我們會為各位來講解一下 竹北最新的房地產資訊 以及商圈訊息 以及這個大型的建案 以及大型的公共設施的一個 開案的一個進度啊 那華新重畫區位在於 南亞都要認發 新竹市區 以及中正西路商圈 周邊還有竹北車站 還有一個台原科技園區 各位台原科技園區周邊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中正倉議已經又有一個新的計畫 所以未來會帶動非常多的一個工作人口 那IKEA在竹北也設立一個取貨中心 就在中正東路 那未來啊 IKEA這個一家一區公司 可能會在竹北啊 這個進行一個很大的計畫 我想 以竹北這樣子人口新增的速度 每個月五百到六百人 新增的速度 很快啊 這個竹北還會有一些新的一個發展啊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竹北夜市啊 竹北夜市在環北路正中央 然後它沿著華新街 新溪街 這邊就是我們說的華新重畫區 這周邊也開發了非常多的興建案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黃埔雲頂這個案子 雙塔形的建築樓高24層樓 地下開挖五層樓 它的位置在哪裡呢 就在光明六路門牌啊 各位光明六路門牌 在竹北人的心目中就是有錢人的代表 這真的是說真的 你只要說你住在光明六路上面 不管是東一段東二段光明六路 你通通都是有錢人 所以黃埔雲頂這個門牌 光明六路我認為啊 這個真的是華新重畫區最棒 最厲害的一個門牌 燙金門牌 那待會發電哥會從 周邊的環境地理位置 跟大家來分享啊 發電哥的竹北房地產直播啊 其實最主要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一個資訊的揭露 各位在投資房地產過程當中 只要你拿到的消息越多 你取得資訊越多 你成功的機會又越多 尤其是在房地產投資這個上面啊 那發電哥今天其實也不是說 單單只是為了跟各位分享 華新重畫區以及黃埔雲頂 最重要的是發電哥有一個B7棟17樓 這一定要跟大家來分享 高樓層朝南帝王坐巷2加1房 才賣958萬耶 這個發電哥簽回來的這個專任委託啊 一定是找到好案子才跟各位分享 這個案子我簽回來差不多一個禮拜啊 委託 這是我以前發電哥在太陽發電的客人啊 那後來發電哥在 竹北房地產直播上面持續的曝光 那這個客人也覺得發電哥是 這個堅持認真努力 所以他把這個黃埔雲頂這個 B7棟19樓這個案子 是委託發電哥來為他銷售 那各位那周邊的一些地理環境位置 待會兒十分鐘的時間 我們讓你清楚明白了解 然後你再做判斷你要不要入主黃埔雲頂 成為他的主人 一個房子就等一個主人 那這個照片啊就是從 其實我一直懷疑這是不是一個 已完成的房子 現在的3D實在做得太棒了 你看他的一個樓高24層樓 看起來就是氣派大方美觀 後亞人的代表啊 新竹縣竹北市新輪斷自辦 市地重劃區啊 這周邊雖然說面積不大 但是建商不斷的來到這個環境 來蓋出新的案子 那其實原因不是為了別的 因為各位如果在高鐵看房子 在這個大圓柏周邊看房子 喜來燈周邊看房子 你會發現如果相同的一個生活環境地理條件 欸 華興重溫化區的一個價位啊 相對的平易近人 可是他享有的一個生活地理條件 生活環境都還是很好的 那黃埔雲頂的位置在這個商一這個位置 他的左邊呢是富萊居 那富萊居現在正在銷售當中 那未來發展哥也會特別開集啊 來講富萊居這個案子 那黃埔雲頂旁邊就是一個公31的一個公園 這個公園2700坪 差不多快一甲地耶 整整滿滿的公園耶 就是這個青子洞滿滿的 滿滿的鰻魚這種感覺 你看旁邊一整一整甲地 一整甲地的一個公園 就在黃埔雲頂旁邊 然後後面會有一個特產專區 但目前會開發成什麼樣子的一個型態 憲政府以及竹北施工所 目前沒有一個計畫出來 我們看一下竹北環境重溫化區啊 這旁邊黃埔雲頂的位置就在這裡 那它隔壁就是富萊居 黃埔雲頂總共的面積1000多坪 然後隔壁就是一個很大的公園2700坪 然後又有一個豆子補溪公園環繞在這邊 所以旁邊未來如果要在這邊運動 要帶小孩 要這個媽媽 這個散步啊 或老人家散步 這都是一個非常舒適的環境 甚至可以沿著豆子補溪 這個往東走往西走 風景都相當的不錯 各位有沒有看到 黃埔雲頂旁邊其實本來這個地方 已經住了滿滿的人了 然後這邊呢也是住滿人 現在只剩下這一塊 所以很快這邊也會 黃埔雲頂這一塊地也會很快 有很多的居民入住啊 竹北市長何幹明說 新倫公園位在豆子補溪旁 總面積將近2700坪 它上面有一個很棒的溜滑梯 是用明石子做的溜滑梯 各位可以去玩看看 待會有照片給大家看 這個是一個黃埔雲頂基地的照片 我們是空拍圖照的 所以這條路就是光明六路 光明六路喔 光明六路 未來光明六路還有可能會往西 再延伸過去 目前計畫還沒出來 如果有新的計畫 發音樂會也會特別開集直播 跟大家來分享 光明六路最後這個門牌 就是在黃埔雲頂 那光明六路的東邊呢 會連接到聲音園區啊 以及東二段 東一段 還有喜來燈商圈 大圓百商圈 周邊這個整條路都是主北的 叫做這個最大條最大條的馬路 就是光明六路了 這我剛剛說的嘛 光明六路碰到了光明十一街之後 它很有可能會沿著六路食堂 再開路開過去 那這個我們暫且不管 因為即使是現況 黃埔雲頂的生活技能也已經非常好 不管去佳樂福 或者是大順發商圈 或者是你要去Costco啊 其實就這麼十分鐘的路程而已 開車 現在誰到處出門都是開車的啊 黃埔雲頂的位置 我們再來複習一下 這一條 藍色這一條就是豆子補錫 豆子補錫一直從我們這個 從我們琼琳一直延伸出來 一直到海邊出海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黃埔雲頂 旁邊富來居 那穿過這條摄輪橋過去 這件案就多了 例如說德昕啊 椰林啊 都陸續在這邊都有開案 那黃埔雲頂就是光明六路門牌啊 你看光明六路一直延伸到這邊 就是光明十一路 光明十一路接到福興路 又回到了這個中華路 從這個黃埔雲頂的一個3D示意圖來看啊 門口是規劃了一個蠻不錯的綠帶 其實它也不是說它要規劃 因為政府規定你要蓋大樓一定要退縮 你整個退縮過去之後 看起來就會 這是一個讓人們居住起來感覺很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黃埔雲頂的基本資料 總共它是規劃兩房三房二加一房 然後法定哥這一次介紹的就是二加一房 三十一坪這個案子 黃埔建設是上市公司喔 在新倫段854D號啊 那預期完工時間是2023年3月 不過其實現在已經在開挖整地啦 可能不用到2023年 很有可能2022年年底就有可能完工交屋啊 那這一次發電哥在市場上也感受到 黃埔雲頂它有非常強大的吸引力 那周邊也是生活技能很好 看一下這是 滑區重滑區周邊的一個技能狀況 中正西路商圈不用說了 還有舊市場新市場 還有竹北市工所 竹北戶政事務所也在這邊 還有竹北圖書館 還有竹北國小新設國小 竹北國中竹北高中 一鳴高中啊 你看竹北國中 國小高中都在這個商圈範圍之內 你就可以知道以前 這就是竹北最多住滿最多人的地方 總共它規劃了平面車位285個 也就是說家家戶戶都有一個一個車位 因為它戶數也蠻多的 264戶 雙塔型建築還有10戶店面 總共有274戶 那要分配285個車位啊 所以超過 車位配比超過1比1 所以家家戶戶都有配到一個車位 基地面積是1083坪 1083坪 商業區喔 第一種商業區 所以它可以稍微蓋高 比較蓋高 建幣率41% 什麼叫建幣率 發展應該再重新複習一下 如果我們的土地有1000坪 建幣率41% 就是說我們蓋了410坪 那旁邊接近600坪呢 就是空地比 那空地比是什麼概念 就是說你會有非常大的一個活動空間 做公設啊 做其他的綠地的一個規劃 那公設比是什麼意思 如果我們房子買100坪 公設是32% 也就是說我們真正室內啊 主建物啊 副主建物在陽台這些東西 大概佔68坪 所以這就是公設比啊 那回頭看一下 華新重畫區的 周邊的一個照片 發展哥早上6點半先去拜訪一個 華新重畫區的一個屋主啊 就這個 也算地主啊 先去跟他聊聊天 聊完天之後呢 他就拿了一個案子 給發展哥來賣 他其實是一個太陽能發電的 這個收益型產品 那未來發展哥還會開一個專輯 為各位來介紹 那黃埔雲頂會在新竹線 竹北市光明六路 845號旁啊 所以也就是說你們如果買黃埔雲頂 你以後的門牌就是光明六路 800多號 黃埔建設來興建的啊 整個 整個雙塔型建築 在未來華新重畫區會是最高的 最高的 那未來要比他高的 有點難 因為這是用商業器蓋出來的一個建築物 地上24層 地下5層 雙塔地標型建築 主力坪數28到41坪 規劃2到3坪的一個格局 41坪是正三坪 兩位兩廳格局 坐北朝南帝王坐下 瑞瑞好房的這個董事長瑞瑞他常常說 朝南就是帝王坐下 這句話我也背下來了 不小心背下來了 以後拿出來用也蠻好用的 黃埔建設在豆子埔西畔 豆子埔在他的後方 朝南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全新竹縣 新竹市 左邊看到中央山脈 五指山 看到尖石看到五峰 右邊看南寮漁港 正前方朝南 地理位置非常非常的好 這個單價各位 我認為你可以把它忘掉 把它忘掉 因為現在 你還不一定買得到黃埔雲頂 原因是因為 它早就完銷了 早就賣完了 已經沒有黃埔雲頂 市場上完全找不到黃埔雲頂 那唯一有了這麼幾戶呢 發電哥有一戶 二加一房的 然後呢 公司裡面其他同事也有一個三房的 如果你有需要買華新重劃區這附近的案子 或許可以聯絡發電哥 0909539431 我們來去看一下這個房子 那周邊的十架登錄 我們來看一下 大樓的二十多萬上下 如果是比較舊的房子 十八九萬也是有的 那除了黃埔雲頂之外 附近有唐霞關啊 戴蘭Ibless啊 霞波會 富來居富與學學 這都在附近 各位可以有機會 自己騎著摩托車啊 腳踏車或是散步 把整個黃金重劃區去走完一遍 你對那邊有越清楚越了解 你當然做正確的決定就越容易 當然如果你沒有時間 發電哥就利用這個線上 為各位來做一個預習 先了解再過去看 清清楚楚了解 明明白白的告訴你 我們就可以有更密切的一個聯絡 或許有機會 您成為發電哥的客戶吧 這個就是基地位置啊 我們今天來分享的就是 搭配的照片 搭配它的周邊環境地理位置 讓你更清楚更明白 這很漂亮齁 我們楚北房地產 部落客啊 揭云 他曾經分享過一部影片啊 他說黃埔雲頂是一個 玉帶環繞的 沒想到這個字 緊緊緊黏著黃埔雲頂啊 這個相輔相成 真的是玉帶環繞啊 豆子骨西就在黃埔雲頂的正後方 整個看起來就是漂亮就是美觀 各位如果要索取這個預售案最新的資訊 就趕快聯繫發電哥囉 手機號碼0909539431 發電哥每天早上8點45分到9點15分 都會為各位來分享一下 竹北最新的防疫產發展的資訊 那今天發電哥分享的就是 華新重劃區裡面的這個黃埔雲頂啊 那街宇哥啊 算是發電哥這十年來的貴人 也透過他 我們發電哥來到了這個房地產這個行業啊 以前他也是我的客戶 那現在我們互為貴人 互相提息 這禮拜五發電哥還要跟街宇哥一起上台北去學習 最厲害的直播 臉書直播跟YouTube直播同時進行 我們期許自己啊 未來要成為竹北房地產 透過影像來跟大家來分享資訊的 這個No.1和No.2 希望大家給發電哥鼓勵 那今天分享的是這個A B7洞 這邊是A洞 B洞 C洞 D洞 今天講的是B7洞這一洞 19樓高樓層朝南視野 非常漂亮 各位如果買到這個案子啊 一定是這個賺錢的案子 B7洞 這一洞 中間 這個 這個 左右環抱的一個 一個格局 非常棒 那 周邊地理環境我們看一下 六路食堂就在旁邊啊 這個煮的也蠻好吃的 旁邊還有一個很棒的綠袋 目前 目前這個綠袋 天天早上不管是清晨或是傍晚 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這附近運動 這今天早上拍的齁 遠方可以看到竹北捐血中心 但是未來其實看不到 因為它會被附來區擋掉 附來區擋 附來區擋 你的西邊 所以 呃 這個 幫我們擋掉一些西曬也是不錯的啊 基地已經在陸續開始動工了 那 重機具 我看應該就是在這一兩個 這一兩個月啊 看什麼開挖 挖地下五層樓啊 往上晴天拔起 二十四層樓 會是非常地標型的一個建築 那我們不從 單價去看 因為這都不準 因為 竹北人 不斷的增加 你 目前不是竹北 可是未來你會變竹北 竹北每個月五百多人到六百多人 會搬到竹北市來居住 他不是住在高鐵 不是住在大園百商圈 他就是住在華新重劃區 或者是瓊林啊 或者是新浦的這個重劃區 都會有非常多的移入人口 那人口移入代表就是一件事情 叫做 漲價 人來了 錢炒就來了 這是旁邊啊 這個是什麼 這捐建築 捐建築 那這個是 Iblis吧 很漂亮的一個房子 現在規劃都越來越漂亮 那這個 這一棟應該是 那是椰林上學嗎 應該是 周邊的地理環境 生活機能也很好 你只要走華新街 華新街上什麼都有 身上帶著新台幣啊 想要買什麼吃什麼 一應俱全 這是 黃埔雲林旁邊的一個很大的公園 剛剛發明哥講的 2700坪 不管你是帶小孩散步啊 老人家是早上起床做運動啊 這都是一個很棒的一個 一個生活環境 這邊是一個小朋友最愛的 我早上發現這個之後呢 我就已經有計畫要帶阿展 要過去玩這個溜滑梯 這溜滑梯超級好玩的 最近竹北很流行這種扇形式的 很大氣的這種溜滑梯 隨便你怎麼溜 它就不會撞到別人 會啦會撞到別人 但是很好玩 以前溜滑梯都不會撞到別人 你就是衝到最下面的時候 才會撞到最下面的小朋友 但是現在這種張開型的 而且你可以用滾的 以前溜滑梯必須坐著滑 現在溜滑梯可以用滾的 而且是一個 你可以爬上去再滾下來 非常好玩的 總之趕快帶你小朋友 去黃埔雲林旁邊 玩這溜滑梯 然後呢記得打電話給發電哥 看這一棟B719樓 走價很便宜 958萬買到賺到 一定是掛滿意保證的 這是公園啊 你看這公園很大吧 2700坪耶 還有風車 還有太陽能發電 這個竹北市啊 就是全台灣 可以說是最多公園的一個鄉鎮市 各種各樣公園都有 它公園從公園1公園2 一直編號公園23耶 24 25 不斷的一直在蓋新的公園 所以各位來到竹北 一定是幸福美滿健康 有活力的城市 這是光明六路啦 光明六路啊 這是光明六路 目前開到這邊之後呢 它未來還有計畫 再往前拓寬 旁邊就是社輪橋 穿過社輪橋 就是利特烏五金百貨賣場 然後 椰林也在這邊蓋了好幾棟建築物啦 各位也知道椰林啊 昆山啊 大燕這些公司啊 在竹北市 在地生根 也蓋了非常多的好房子 所以彼此相互輝映的狀態下 未來會有更好的一個發展 我其實講的是房價啦 就是大家買房子都是為了投資自住也好 大家都希望房子是漲價的嘛 賺錢的嘛 誰希望去買一個 有可能未來會抵價的呢 那竹北就是 就是相對之下啊 不管漲價也好 增值保值 你買竹北就沒錯 聽發電歌的話 一定讓你一路藏口 這旁邊就是竹北國小囉 我們順著這個商圈 我們慢慢看一下 那我們看完照片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 就到這邊 竹北國小 義明中學國中部 各位義明中學國中部 現在升大學啊 都是台大台科耶 台科大台大都有 清華大學教大都有耶 越來越厲害 然後沿著這條路就是竹北高中 竹北高中 在剛創校的時候 是在六家國中創立的 那時候發電歌念國中 不是發電歌念新竹中學 然後我的很多朋友都念竹北高中 然後竹北高中的 那時候還沒蓋好 他就在六家國中裡面 設立他的草創初期 就借用六家國中的教室 所以我經常回到六家國中 去找這些同學們 所以我對竹北高中 有一個很很很蠻深厚的感情 很多同學都竹北高中畢業的 然後這邊就是從光明 這個從這個中正西路出來 就是我們竹北最老牌的麥當勞啊 在中華路跟三明路路口 這麥當勞應該是很多人 美好的回憶啊 可能第一次約會都在這邊 然後這個是光明六路路口的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藥房啊 以前這是一個動物 賣動物用品的 這就是光明六路中華路啊 就這個門牌 就是這個門牌 光明六路門牌 就是你非常值得購買的 黃埔雲嶺這一次啊 推案量也不多 才270戶 還含10戶店面 所以早就完銷了 沒有了 各位如果來不及買 聯絡發電客 我幫你找 找兩房啊 三房啊 四房 這個貨不是常常有 真的你要告訴我 你有需要 我才能夠想辦法 在腦袋裡面幫你運作啊 因為所有的結果 都是來自於信念 如果我們沒有想要 沒有想要 最後結果就不會到達 各位說是不是 那這一次中國醫藥大學 在竹北有設立醫院 也有設立指診室 也有研究中心 那台大生醫園區 也有設立台大生醫 新竹分院 所以未來竹北啊 真的前景可期 你看 來了兩所醫院 又來了一個生物醫學園區 台積電最近又在增援8000個 你說竹北有沒有發展 各位有的 真的 相信發電哥 那最後我們就是 我們互相勉勵了 自己為自己加油 堅持努力 這個 堅持自己 努力別人看得見 自己也看得見 那發電哥就為各位加油了 要看黃埔雲裡的 趕快聯繫我 0909539431 等你電話 那我們明天見 明天是周四 發電哥直播就到禮拜五 8點45分到9點15分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